NEO 了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曲折羅倫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神愛邪的哈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10點鐘方向的藍方玩家 米亥選擇的文明是曲折羅倫 曲折羅倫特色開局會擁有兩個鼓樹蟲 他的綿羊跟這個火雞可以訓養動物 都可以放在魔方裡面慢慢產生食物 曲折羅倫還擁有騎兵增傷最痛的文明特性 縱裝駱駝打出來傷害非常可怕 閃避馬也是 這邊火槍兵還可以轉火炮都沒有太大問題 弓兵路線稍微不太行 但城堡時代還是很適合弓兵配閃避馬駱駝的作戰策略 後期可以考慮打大象弓兵 也有拇指環 後期的生旅科技還算可以用 只是印刷技術沒有 所以比較建議在城堡時代放投資車的時候 可以考慮用一下 那他的薩地利也是相當關鍵科技 所有的軍事食物消耗減免非常多 好 Balance怎麼開局就再來搞人家動物了呢 這看起來是想要過來偷綿羊 但好像綿羊全部已經找到了 要不是找綿羊 所有的火雞都已經找到了 好那這邊打算要去偷豬嗎 這個駱駝怎麼出發了 再來看一下這裡Balance選擇了日本人 日本人特性擁有步兵攻擊速度最快的特性 而且他的馬攻路線呢 還有這個流低馬特性 可以對步攻兵造成兩點傷害 這個效果連馬攻也可以獲得 後期的重裝騎士也可以稍微出一下 但是比較出太多會比較好 因為套太會黃金了 因為他的重裝騎士跟Plan的騎士是一樣的 沒有三防 但是也有這個品種跟坑中技術 那日本人的攻兵路線還是比較厲害 還有步兵路線 好日本人這邊擁有伐木場 採訪地模仿的科技半價 所以前期可以吃很多木頭 轉一些農田都會比較適合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弓箭時代會怎麼打 好這邊是四個人伐木 這邊也是三人 三人伐 那日本人其實也是可以做出這個棒棒開具的文明 那日本人這邊應該是要走棒棒開囉 沒有開果子 這個開果子 有可能這邊趕快收肉 才會收一下肉 點封建時代 要棒棒開嗎 採黃金有可能 對 這個時間挖黃金就是要來打棒棒 裝甲轉棒棒 好 好 當然巴拿石這邊是二棒棒出門 並不是要打三棒棒 所以應該不會看到那個 裝甲升級喔 就兩隻棒棒開敲 然後後面趕快轉射箭場 OK 棒棒轉射箭場的流程 而不是 棒棒轉裝甲 好 居住羅看到對方轉 撲兵 那我就轉弓兵 一個正常的應對 哇這個 兵工場這麼早就補下了 飛機射 馬上就要有了 好 點下一級伐木 現在日本人 現在日本人 由於是轉棒棒的官兵 肉有點不太夠 射箭場也很難點下 不是射箭場 兵工場 兵工場一級射還沒有點下 現在屈德羅人 三隻公兵 一級射已經有了 好這邊 高打地的優勢 還是讓屈德羅 有點害怕 日本人有一級射了 看一下這一波 裏部回頭反打 再等毛兵過來 現在數量上 有點劣勢 這裡再次逼退對手 棒棒往前 高地依舊強要拿上 怎麼近 毛兵也打到 好工兵 秀掉了一隻棒棒 胖兵往前 工兵逃走 結果一逃走 還是被工兵打倒 最後 屈德羅人的駱駝 還掃地 棒棒最後也被 工兵給射死 後面這兩隻毛病 應該也打不了 發生死之後 收掉了一些工兵 最後還有兩隻工兵 活了下來 好 日本 現在遇到的情況是 對方有棒棒 工兵過來 家裡是選擇了 轉出毛兵 開始要防守了 右邊這個四級 這麼早補 我確定 巴拉斯有什麼想法 這個 四級 在30P的手點下 血量也沒有到達 可以去升城堡斯袋的 直接把石頭就賣了 15分鐘就賣了 這麼確定這裡能守得下嗎 我怎麼覺得會被制裁 那看起來兩邊 沒有要大打出手 這裡也補了一個四級 這個四級補的時間 我就覺得比較合理一點 來到35P左右 差不多 這裡 買賣一波 把石頭賣了 高速升到城堡斯袋 拉斯 石頭賣掉之後 資源還差了一些 肉依頂下 兩邊都是買賣上層 現在的 天梯 環境來說 買賣上層 算是一個 基本功了 你不會買賣上層的話 只靠資源慢慢踩 除非你算得很精準 不然你的 時間升級 通常是會賣對手很多 人家只要把石頭移賣 升級時間就差了很多 多 好這裡看一下 升到城堡斯袋 厲害這邊是 決定 點一下幾色 還有牛兵 好村民收進去 不是村民 這個 攻堅守收進去 稍微補下血 努兵一出來 好現在二級一射 Balance 要小心 要被變身 弓兵給打爆了 自己也要等變身才行 曲折羅這邊可以考慮點一下二級伐木 努兵點完就可以考慮點一下 曲折羅這邊是雙射箭場 點彈道學 努兵又補了一個大學 準備要來提升 拇指魂 不是拇指魂 這個彈道學 大學點彈道學 曲折羅點下了二級伐木 彈道學也很快就補下了 結果工兵走到這邊是為什麼呢 他以為Balance已經走到這裡 其實根本沒有 人家 在這後面亂晃而已 在這個高地上 這邊工兵 破門 打破門的工兵 開始交戰 但是數量上明顯劣勢 而且人家有高地優勢 你還一直想要躲箭矢 但人家根本沒有要吃他的意思 現在對手 14隻工兵在這高地 還是要從右邊這裡走上去呢 這邊可以先上高地 好 兩邊互換位置 結果自己村民被抓了 一村都沒有 欸 結果一村都沒被抓 神奇了 好 兩邊都不約同 電影下輪軸技術 好 這邊D打高 手動箭矢 就射了一下 好 被抓掉了幾隻工兵 現在工兵開炸也補了 現在沒有石頭 可以蓋TC 趕快把黃金挖起來 買個100石頭 蓋城市中心吧 欸 沒有打算開TC 好 直接補一個市集 打到毒口 但奴兵可以收到後面的村民 怎麼 有點危險 的感覺 好 這一波 解滅工兵戰 來到了尾聲 但後面怎麼又有高地 這個高地 對巴恩斯來說 太舒服了 好 現在兩邊看起來 米哈德高地 出現了劣勢 下方的工兵數量有夠多 米哈德高兵好像躲不掉 一直被D打高的工兵 給解決 好 但是 班拉斯也出現了一些工兵死傷 好 第二坨工兵也來了 這次帶了投石車出來 投石車這邊砸到了一隻工兵單位 沒有想到兩邊都是走工兵路線 這邊沒有打算走閃碧馬嗎 現在出了閃碧馬巴恩斯可能就落賽了 哇 還投資拇指環 天啊 跟日本打工兵 追者羅這邊經濟有點炸裂 現在支援量 還是贏的 沒想到支援量還是不錯 剛剛這一隻 這些聰明在這邊拉來拉去 沒做事 沒想到支援還是贏對手 看來這個追者羅的 自動產生 食物的火雞 是蠻厲害的 好 右側的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有一台投石車 看起來 這一側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重點是這一側 這一側公兵過來 哇 及時把村民拉走 反應好快 死了我 好 日本轉出了戰毛兵 及時防守 這邊部分投石車砸了一發 高打低 換掉一台投石車 高地優勢很大 再砸一發 我的天 這個巴恩斯做了一個細節動作 他投完這一台之後 投石車躲掉那一發 往上走之後再繼續往前走 等攻擊時間CD好 直接投一發 順利拿下 哇 這個打法好細啊 好 這邊投車又暫時守住了 虛州羅這裡不轉兵 好像有點被對方 壓著打的感覺 有一些村民往上 這個墓區快要挖穿喔 有點危險 好 巴恩斯這邊轉馬弓了 馬弓打對方的弓兵很好打 虛州羅要是轉弱鎖或是閃避馬 這些馬弓也會很難受 怎麼有動 玩囉 虛州羅家裡爆炸 再投攻兵進來 很難受受不了了 轉戰矛 這裡沒有補劍塔 好像來不及補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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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民 繼續走 繼續走 這裡還要補石牆 不要吧 看起來快沒救啦 米亥 米亥充民術開始大迅速下降 人家還是繞過去了 過來 這6隻弓兵 要立大功了 MVP 6隻弓兵 後面還有一些戰矛 感覺要被秒殺 好這場比賽也是米亥 對巴恩斯的最後場比賽 看起來米亥 是有點 涼涼了 好 巴恩斯村民術 再來到了549對43 村民術非常的優勢 這邊有一坨大量的弓兵跟戰矛在外面作戰 好 終於受掉了一台投石車 第二台 也來不及投石出去 被解掉了 好 瑪宮現在遇到這個大量戰矛也沒有辦法打得贏 好 日本3TC 開銅 好 日本3TC 開銅 瑪州羅總在左邊補下了城鎮中心 好 上方有一匹馬弓 遭遇到了野外的投石車 野生的投石車 突然出現了 還吃一把投石 好 這個馬弓控村民控的不錯 讓對方收村 就是一件好事 剛剛已經被抓到15村的米亥 現在要反打回來 一定要想盡辦法 要不要挖個石頭去對方家裡插寶也是一個不錯的 反推方法 但結果哨命又被馬弓抓到了村民 三村倒下 第四村有機會 哇 第四村倒了 第五村也拿下 損失村民處 超過了20村 20村被拿下 現在 日本人只被拿 拿兩村而已 差了一個零啦 好 死之前 還是 投了一發 在去對羅也是 按了一堆投石車 經濟好像有點炸了 44村對76村 日本現在只要3TC 繼續農 又可以農死對手 日本這邊轉出了 提示 一擊的騎兵鎧甲也點下了 提示過來 好 照辦有索工兵 發安斯這邊防守很快 二斤馬要開始一點了 丟敵馬要打工兵的優勢開始出現了 好痛好痛 在這邊是低打高 工兵好像有點厲害 很厲害 上去直接點 好 換我變高地了 兩邊馬攻對戰 誰輸誰贏 最後還是 流鼻馬的 起直優勢 好 現在 騎士配馬攻 厲害 要遇到 換日本人的 全黃金兵的策略 好 騎士 解掉這些戰矛 會擠馬鎧好了 丟了擠馬鎧 這樣騎士就不怕戰矛兵的傷害了 但是依舊害怕工兵的傷害 還是可以打兩滴 你看這邊嘗試來蓋寶 這個城堡能蓋得起來嗎 這邊的騎士在砍村民 並不是砍後方的工兵 馬攻第一時間被點掉 好 這邊開始拉打 後方的騎士 但是馬攻還在狩獵村民 村民被點掉了很多 這裡直接取消 城堡 好 看來是受不了 這裡的村民傷害太高 哇 米哈在這邊 心態應該炸裂了 村民處 時間只剩下 55村 經濟戰損 來到了23村 風兵還在出出 這個拉打 節奏很不錯 好 城堡最後是決定蓋在自己家門口 這個高地看起來是拿不下來 這裡哪時候出現了一根劍塔 OK 日本人補下了防禦劍塔 難道是要來打塔弓嗎 好 日本在前線補了更多的射箭場 有沒有可能是馬攻接續的打法呢 好 塔弓來了 好 塔弓來了 騎士也來了 這一坨弓兵也終於解掉 左邊這裡開始走起了塔弓路線 果然是要走塔弓 日本塔弓只要點下銀罐 劍塔的射擊出來的箭矢數量就會很多 好 現在看起來這兩隻馬弓 沒有辦法掩護好這根劍塔的劍起 要劍起好像有點困難 但我還是有機會 你看村民出紫363村 幫他11104 村民差距40村 環樂投擲手也出來了 在這裡出環樂投擲手是打不贏馬弓的 騎士也打不贏 哇 這根劍塔好像還是要被蓋起來了 酷了 這個劍塔被劍起 環無劍塔 好強 好 日本點下了手推車 後面工程器製造所一補下 繼續進攻 好 上房又有一個蓋劍塔的小隊 包安斯真的太狠了 到處插劍塔 好 這裡想要再補個劍塔 但這個工兵卡在這個位置 看起來是 稍微有點難見 等人走了 再看 劍塔把對手給逼退走 右邊戰防兵又是騷擾 怎麼到處都是包安斯的逼力 好 地龍時代點下 看起來是要帝王勸退了 好 這邊D打高 後面危險 好 勝利拿下 米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巴安斯 拿下比賽勝利 之後米亥很有禮貌的 恭喜巴安斯 祝他下一場勝利 最後出了87隻工兵 驅逐羅人這裡沒有打轉兵 轉閃避馬或是駱駝 確實遇到後面這些狀況 真是很難解 驅逐羅人還是要打出自己的兵重優勢 會比較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日本人拿到全面勝利 基本上要輸很困 畢竟擊殺數 竟來到散四村 好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